明明已有消息 明明已有消息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三分鐘視頻 今天用四個字形用四方便便會合作 大小通跌 先談談談事先 今日市是認真不俊仔 城外圍皮軟低開之後 全天跌幅不斷擴大 27,000點穿過下 最後都守不住 收26989,剛剛穿了27000,跌327點 成交增加一成左右,去到1669億 跌得厲害,重廣股拖累,中移動跌成2% 考驗前浪底和250天線支持 加上內險,走勢比較弱,內險角壽跌3% 拖累整個市場,跌幅跌落 跌幅,大不大,少不少,300點 但從整個市場看,跌市的廣度,氣氛恐怖得多 為何這樣說呢,起碼看跌的股數和升的股數來比一比 大家都可以得到這樣的印象 例如藍州來說,跌幅跌41隻 升8隻,跌的遠超升 整個市場更大件事,超過1500隻股份跌 升200多隻 真的感覺到投資者有點害怕 但為何這麼害怕呢 可能跟外圍和中國都有利淡因素夾擊有關 外圍方面,是一些之前發生了 繼續發酵 包括第一件事,就是希臘的情況 本來大家以為希臘上星期五談判一點數 就是沒有談判 誰知談不成,現在還在拖 未知甚麼事 大家當然怕怕青 德股當歐洲的股份已率先手禮 看到沿著下降通道,下降跌下去 這是其一 第二 上星期五,美國方面的稅數據 比市場預期強勁 本來大家以為今年頂佬加持息 可能是12月 現在講講講講 看完這些數據之後 可能9月份有機會加息 12月又加 情況之下 債券 適口敏感的債券 當然首當其衝 十年期 期的高位 最新是二來三幾 接近二來四 當然股市受累 外圍之外 中國的消息都不見得靚仔 一方面,今日公佈數據 五月份的消息都不見得靚仔 CPI 五月份的CPI 消費物價指數上升1.2% 比預期好少少 但最慘的PPI 再跌4.6% 連續39個月下跌 反映中國的生產層面通縮 仍然揮之不去 加上早幾天公佈的 中國貿易數據 亦都不靚仔 特別是五月份出口 大跌成10% 大家覺得 中國內需真是一般 估計 五月份經濟仍然未轉好 所以繼續看淡中國經濟 加上中國的上升指數 越升 外國人越看淡 越來越多人叫估 但內地A估計 很難估計 怎算 估計港股頂月先 所以搞到中國 中國今天不是太大事 反而港股跌至下跌 但否真的這麼悲觀 暫時還未必須 至少看四方面的發展 看否真的這麼淒涼 第一件事 當然是希臘的談判情況 雖然未談好 但華爾街日報報道說 好像快要談好 將整個拯救方案 吞遲 吞遲到2016年的三月 只拖了幾個月 暫時 如果真的談好也好 不用理會 第二件事 當然是MSCI是否立入A股 申請市場指數 大家其實 通常不樂觀 看看有沒有驚喜 第三個 大家看看匯豐 今天匯豐舉行策略日 提出10項策略 最受市場注目的是削減成本策略 包括全球大財源 消息出 匯豐今天一度升 疫市場上升2% 雖然後來收回來 但已經破了下降市盈 走勢好像有少許強勢 明天會否好一些 帶領的事頂住 第三個 第四個 恆生指數 雖然跌寸了複式頭肩頂頂線 50天線都沒有 但上升裂口26700頂部還未失手 看看明天是否頂住 時間關係 今天分析大致這麼多 多謝大家 謝謝大家